4月20日,有媒体曝光了一组郭彩杰与伊德尔的视频 视频里伊德尔揽着郭彩杰的肩膀,两人亲密的互动让吃瓜群众们认为疑似是郭彩杰的新恋情 后来还拍到了郭彩杰和伊德尔两人一起到朋友家中做客,等车时甜蜜牵手 整个氛围更加证实了两人正处于命运期 伊德尔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,是中国民族管协乐学会胡琴专业委员会的会员 因为伊德尔来自内蒙古乌伦贝尔,所以学有所成的他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他一直都致力于把民族歌曲与现代音乐融合在一起 伊德尔在圈内小就是小有名气的音乐创作人 与郭彩杰认识是在一起乐队吧节目里,伊德尔展现出的音乐才华让郭彩杰一见倾心 至于让郭彩杰欣赏到什么程度呢? 郭彩杰在节目里表示,自己被他的音乐打动,甚至通过他的音乐穿越近了他的心 其实,在节目播出的时候,虽然大家嗅到了一点八卦的味道,但还以为只是至于欣赏 殊不知,俩人在曝光星恋情的视频之前,就有不少的亲密互动,我们一起送祝福吧